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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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們 聽後座台即將開始 今日邀請到了 與台人士本校台文系 兼任教授陳宇文老師 和知名移民的陳平胖先生 請各位熱烈歡迎他們的麗玲 謝謝主持人 然後很開心 今天可以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對於這部片有一些新的 那那個 我這部片看了兩次 那第一次是剛上映的時候在電影院 第二次是在那個平台上面看 然後 我第一次到電影院看的時候 就是我那時候跟朋友一起去 然後看到比較後面的時候 我就聽到有一點點好像在擦鼻涕的聲音 我想說 在老屏嘛 我就伸手去抹黑濕濕的 然後 等整個播完之後 那個燈也亮 然後發現居然在大哭 然後好像哭的也不只有我朋友 好像現場還蠻多人在哭的 那 可是其實我看的時候 我當下 我那個時候並沒有直接被這部片子打中 那 我想原因有可能是因為這部片子 他導演的氣質性太大 那像朋友的事情非常多 那 可是我覺得這部片子他可以讓我們思考一些有趣的事情 那這部片子我覺得他的問題是其實非常的清楚 一開始他就一直在說 就說小齊他躺在床上醒來 那他那個時候常常有一種 不太曉得自己是誰 自己在什麼地方 所以他一直在追問說我是誰 那我在什麼時間點 我是怎麼樣變成我現在的這個樣子 那這個片子裡面不斷穿插的除這個之外 他也不斷地在問說 那個家在哪裡 要怎麼樣才可以忘記迴戰的路 那以及幸福是什麼 那我之所以說導演的這個氣圖太大的一個原因是 這部片他其實談的 也許大家可能哭的點是在個人情感跟家庭 家裡的一個爸爸媽媽阿嬤相處的那個部分 又或者是自己的人生的徬徨 那另外這部片子有一個非常 背後牽涉非常大的脈絡的一個東西 其實就是台灣人的 你可以說是台灣人怎麼樣子 怎麼慢慢的去發現自己是誰 然後去看自己的歷史 然後為自己的這個土地去做一點點什麼樣子的事情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說這部片他其實是有個個人的層次 那另外也有個是比較是集體的台灣的社會的這樣一個層次 那這兩條線他是交織在一起的 所以這部片子我覺得他要談的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那我跟品浩今天會談的比較多的 也許是在於台灣的政治發展的這個部分 那這部片子他其實有兩個很重要的關鍵點 那這個關鍵點是把小齊先變成 先從一個他還沒有 就是說一開始講台語嘛 然後非常的活潑 然後各自家裡的感情都非常的好 那後來呢進到學校之後 好像一切的狀況都有一些些的改變 那因為學校他其實既是一個學習的地方 那另外他同時也是一個規訓的地方 那進到學校之後他開始被拔掉石頭 就是裡面其實非常的明顯 我不知道大家在看這部片子的時候 除了影像之外會不會去猶豫到說 他是用什麼樣子的語言 或者說他在什麼樣子的時間點用什麼樣子的語言 他跟誰講話用什麼樣子的語言 那我覺得其實最近有幾部電視劇或電影 大家可以注意到這個部分 比如說那個之前的台北歌手或者是分路的菩薩 我覺得裡面在講台灣人的政治歷史的變動 以及他的語言身分什麼轉換的時候 這是一個非常值得去注意的點 然後除了語言之外啊 那當然說裡面你也可以看到說 好像藉由教育他不只是讓你去吸收到一些所謂的知識 他背後的一整套可能是黨國意識形態也慢慢的滲入進去 所以我覺得他的學校就是說 裡面他透過非常多的情節跟元素來告訴你說 學校他是什麼 說是教育的場所 他同時也是一個接受器 而這樣子一個接受器 他其實是把這樣子一整套的東西 就是說這樣子一整套的東西 把小琦變成一個好像是跟他本來不一樣的那樣子的存在 而這一套東西呢 他又是回去去壓制每一個個別不同的學生 他的家庭 他的出生的各種的不同的族群 與文化歷史經驗的這樣子的一整套的論述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小琦到了學校之後 他其實也慢慢的被代理他的家庭 或者說代理他自己的土地跟歷史 裡面有跟他爸爸之間的 那個比如說裡面在講那個沙發碰意 或者說那個無縫的那個事情 然後他開始對他的阿嬤覺得 所以好像有一些的疑慮 為什麼本來那麼的好 那麼的親近 那可是後來好像確實產生了一些距離 那可是這樣子的一整套的意識形態 他其實他也不是完完全全的滅不透風 那所以我說這部片子裡面第二個重要點就是 這整套東西是怎麼滑解的 那我這邊要讀一首李明友的一首詩子 那這首詩很短 這首詩他寫在1983年 那首詩叫做暗房 就是那個我們沖洗照片那個暗房 那那首詩說 他說這世界害怕明亮的思想 所有的叫喊都被堵塞出口 真理以相反的形式存在著 只要一點點光滲透進來 一切都會被破壞 那當然說你身為一個統治者 你透過學校透過各種的媒體 然後你把這些意識形態去形塑出一個 他想要的那樣子的一個國民或是庶民 所以他要盡量去營造的是一個 要去彌補他的謊言 要去去阻隔任何可能對他的這套問數 去產生傷害的一切東西 所以會有禁書 所以會有其他的那些的管制 或是壓制的那個那個東西存在 那可是這個東西 他畢竟也不是完完全全的密魯透風 還是有一些東西會慢慢的流傳 那這些東西也沒有辦法 真正壓制到每一個人不同的個體 不同的思想 大家都受到我們的教育 可是為什麼會產生一些有不一樣想法的人 這就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問題 那這個電影裡面的就是除了小琦之外 小琦的他的表哥阿文 那他算是一個在80年代他就已經讀到一些禁書 一些不被政府允許的這些的書籍 而去對於他過去所接受的這些知識 或歷史的認識有一些懷疑 然後進而產生一些行動的這樣子一個人 那裡面有一幕就是這個阿文 他就是進去一個被管制的那個房間裡面 然後呢這個牆上有很多的書 那他就拿了一本 台灣人四百年史 那這本書是那個是苗里桑寫的 那他那個時候最一開始寫的是1962年 那那時候他在那個日本他用日文寫 然後後來他就是再把它寫成中文 1980年在台灣出版 那那個阿文他就是大概是在這樣子一個賣戶下去 讀到去讀到這本書 那為什麼史明他 我不知道大家對於史明的理解到哪裡 那總之呢他就是他有從事就是那個武裝的台獨的活動 可是他在從事武裝台獨的活動 或者說要弄政治運動之餘 他也想說 就是說你要做運動 你不能不讀書 這個其實他 這個是他一直去提醒我們這些年輕人的一件事情 那因為這樣子他就寫了台灣四百年史 那他說 他說我們台灣人對於自己賴以生存的社會發展史疏於認識 那可以說幾乎完全的不知道 在那個時候 他說因為這樣子對於台灣歷史的發展的認識 所以我們台灣人當中的一部分人 特別是知識分子的台灣意識 必然帶有濃厚的脆弱性 因為你對於你的歷史不認識 所以當你的運動 比如說你的運動它是沒有根底的 它是一種好像是那種 你出於一種 怎麼講 沒有根基沒有土壤 然後好像只是不斷的再去翻體制 但是你到底要做的是什麼 或者說你有沒有一整套的那樣子 一個思想的主體的文化的自我認識 這個東西對史牛歷史上來說 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要搞革命 不是只有運動 你一定要讀書 你一定要有對於自己的歷史 對於自己的文化 對於自己的文化 有一個深厚的認識才行 所以他才寫這樣子一個 台灣人的400年史 那阿文他其實就是在這樣子的狀況中 發現說我們過去所受到的歷史教育 其實為什麼跟台灣的400年史 就是以一個被壓迫的 就是受到各種的外來政權所統治的台灣 長期以來歷史詮釋都不在自己的手上 那史牛歷史上就是寫了這樣子的一部歷史 讓台灣人可以 就是說用以自己的主體來去看自己到底是誰 那阿文他就是讀到日本書之後 他才發現說以前他所接收過這些東西好像都是虛假的 那我自己是1981年生 那我受教育的那個時候 課本裡面完全沒有什麼台灣的東西 幾乎沒有 就是我們對於中國的東西記得非常的熟 中國史記得非常的熟 可是我對於台灣人認識其實非常非常的晚 大概要到大學的二二三年級 甚至是我本來是讀法律系 然後碩士班去念了台灣所 現在台灣所不是畢業 我幾乎是在台灣所裡面去認識說 我是誰 台灣是什麼 台灣的歷史 我覺得就是認識得非常非常的好 那這個阿文他是讀到史明的台灣400年史之後 開始有了啟發 那那個密不透風的黑色的暗示 也開始產生了裂痕 一個世界破碎了 他要開始去建立自己的一個新的世界觀 自己的歷史的一個詮釋 那而且他也因為 就是說他也不是自己讀而已 他開始去做一些抗爭 然後他也告訴小琦說 別人告訴你們不一定是對的 你要自己去找答案 這個剛剛電影裡面都有 那這些東西我想大家可能都有多少知道 那身為一個文學人呢 我在準備這個對談的時候 我在想說我可以做什麼 因為我現在看到品浩寫了評論 他把裡面的就是說 哪一幕是在跟哪一幕片子自盡 然後裡面的哪一些的 世界哪一些的那個東西 他背後有什麼樣子的一個政治的脈絡 寫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我看完之後覺得說 我憑什麼坐在這邊跟他對談 那身為一個文學人呢 我知道走一些旁門左道 那我看片子的時候 通常會注意一個東西 就是別人的書櫃 我不知道大家剛剛看片子有沒有注意到 那個阿文去拿台灣人400年史的時候 旁邊還有什麼書 以及小琦她奔葬 就是她那個外婆過世她回到台灣 坐在自己以前的書桌前的時候 書桌上面放了什麼書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對於這個東西 有過一點點的好奇 不過你們剛剛一定來不及看 我是在平台 我就在那邊按暫停 然後把那些書名都抄下來 就是反正我看任何的片子 或者我到別人研究室 第一個看就是 你後面的書櫃上面有書 為什麼要看書櫃 因為書櫃代表你這個人的知識 你的世界觀是怎麼被養成的 我覺得這個非常非常的有趣 而我想導演應該非常有意識去安排這些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小琦的書櫃上有什麼 那她的書櫃上面 她有中兆正的卓柳跟江山萬里 她是那個卓柳山霧曲的前面兩本 那以及瓊瑤的庭院生生幾度夕陽紅 《一連幽夢》 還有史坦貝克的《憤怒的葡桃》 還有鄧克寶也就是柏陽的《抑鬱》 那還有最後一本我看不清楚是什麼 那這幾本書它到底代表什麼 我覺得有點有趣喔 就是那個讓我看一下我的小巢 因為現在那個記憶體非常的低喔 那那個《宗道正》的卓柳山霧曲 就是她這個呢 她是宗道正她自己自傳體的小說 那她的那個時間大概在太平洋戰爭到黃泉化時期的一個 大概是三年間 那她是以自傳體的方式去寫 那她主角叫做陸志龍 那裡面呢她第一部她是寫說 就是她中學畢業 那要去工學校當教員 那在那樣子一個學校的場域發現說 好像日本人在黃泉化戰爭的時候 在黃泉化時期的在戰爭時期的時候 在講說我們是一體的 我們都是日本人怎麼樣子喔 可是裡面發現有非常非常多的不平等 然後她開始去思考說 我不是說都是日本人嗎 那我到底是誰 那第二部她是就是在講說 她從青年師範被折到去大陸山上學徒賓的時候 也就是一面唸書 一面去做各種的戰爭的公式的時候 那她大概是用這樣子的兩個場景 然後去談說 戰爭時期一個台灣青年 她怎麼困惑於她自己的日本人的認同 那又怎麼樣子在歷史的流轉中 去追索 去摸索自己的一個新的認同 那可是這樣子一個陸志龍 她其實並不是我們一般 可能在講大和小說說 所習慣看到的那樣子一個英雄的人物 相反她是一個比較雀弱的 然後裡面充滿了各種的掙扎 憂鬱跟猶疑的那樣子一種反英雄的 這樣子一個角色 那也因為正是這樣子一個反英雄的角色 其實你在裡面她更貼近人性 那我覺得說當導演她把這部 她把中召正的 那個著流三部曲的這兩本小說 放在她的書架上的時候 我覺得這樣子一個面對自己的認同 然後產生了猶豫懷疑 在摸索自己到底要怎麼走 這件事情其實就跟小琦的那個性格 其實非常非常的相近 你裡面你可以看到說她其實 裡面一開始也是覺得說 講中正是偉人 然後覺得說那個 那個爸爸不會講國語 她國語不標準 她不OK怎麼樣 可是她後來也慢慢發現說 好像不是這個樣子喔 她也是一個慢慢的去摸索 自己的認識到底是什麼 這樣的一個過程 可是她最終在這個片子裡面 並沒有成為一個英雄 而是她變成一個非常疲憊的虛無的一個人 那這個是中高正的小說 那另外憤怒的葡萄呢 史塔克的憤怒葡萄 她講的是1933年的那個奧克拉荷馬州的農民 她可能因為經濟大小條 然後因為工業化時代或是天災 導致她生活非常的困難 那因為這樣子她只好把土地就是抵押給銀行 可是後來又欠收 所以後來就是說 無力還款 所以她只能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 她到加州去尋找新的生活 那這一部小書她其實談的 其實是一個就是說 資本主義去剝削壓榨工人農民 然後那個工人農民呢 她開始覺醒去反抗的這樣子一個故事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她剛好是對應到小琦 她自己是工人家庭出身 那剛剛電影裡面又看到說她去上街抗爭 然後她媽媽就要不要去弄那些 可是她就說 我這樣子是要讓你跟爸爸以後可以過比較好的生活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也是還有連結的 那另外義育呢 義育那個她是鄧克寶 那她寫的 她寫的就是柏洋寫的小書 那她講的是什麼 1949年就是國民黨政府從中國要撤退的時候 還有一批人她是被留在那個雲南跟緬甸那邊 然後顧軍奮戰的這樣子一個故事 那義育的故事常常可能被 在戰後一直被宣揚說他們非常的英勇 他們非常的怎麼樣 然後在那邊堅守自己的戰鬥位置 可是她這個其實也在告訴你說 這一批人她其實是被當作棋子 她可以被放棄 被放棄在那邊顧軍奮戰 然後呢裡面軍中的那個高層黨政的那些 也有跟我們裙帶關係怎麼樣子 非常的腐敗 所以這本小書她其實 背後她也可以告訴你說 國民黨政權她可能跟你講的那些東西 也許是過度美化的 她裡面掩蓋了非常多骯髒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說導演她特別把這三本書 放在小琪的書架上 她有她的寒意在 那也因為這樣子 就是那個小琪她也 就是她要選柯西的時候 她要選類組的時候 她慢慢都需要她當醫生 可是她說不要 她要選文學歷史或者是哲學 因為她覺得說 我們還是要為了社會 為了理想 那這些東西其實都有理解的喔 那當然除了這個智慧 她還有那個瓊瑤 就是愛情文藝 那這個可能比較符合小琪一開始出來的那個樣子 那當然你就可以知道說 就是說這些東西還是混合在一起 那可是我覺得這部片子裡面有個很有趣的點 這也是一個讓我感覺到一個非常大的gap 就是說 小琪這樣子一個好像在高中的時候讀了北英語 然後大學的時候去參加各種社會運動 也讀了一些些的那樣子的 去打破既有的世界觀的這樣子一個書 那可是為什麼她大學畢業之後 會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能做什麼 然後莫名的變成非常非常的虛無 不知道大家剛剛在看片子有沒有這種感覺 好像前面戰鬥心很強 可是後來變得 連自己要幹嘛都不知道 自己有什麼能力都不知道 然後好像很快的她就是可能因為政治她就感到失望 或者感到恐懼 然後呢她瞬間就從一個理想的主理者變成一個虛無主理者 好像什麼東西都不能做的 後來是因為911她的表哥說你要不要來美國 她就去了 好像是這個樣子 她到底是為什麼導致她虛無 那我們再回到阿文 這個表哥阿文她讀史名的四百年史 那後來她到美國呢 做了美金之後好像台灣怎麼樣都跟她沒有關係 那當然我們可以解釋成說這個是 她可能是變成台灣的黑名 然後回來也不一定 但是就是說 你就是看說好像 她到美國之後所做的事情好像跟她在台灣的時候那樣子一個熱血的 因為社會的奮鬥人家的形象完完全全的不同 那當然我在看片子的時候也有去看一下說那個阿文的那個家山有什麼書啊 還有我愛台灣人權萬歲 這個我查不到不知道什麼書 好四百年史生命的吶喊跟彷徨 彷徨可能是滷續的 還有災難的歲月這回查不到 還有黨外文學是姚家維發起的 你可以看到文學幾乎在她的生命中不曾存在 就身為文學研究者對於這個事情非常在意 我覺得這可能是我小心眼的地方 那總之呢我覺得說 這部片子 她好像是一個小齊的一個政治啟蒙師 或是台灣醫師的啟蒙師 可是她在我剛剛講的那個地方 她有個非常大的take 從一個理想主義者瞬間變成虛無主義者 到底是為什麼 那我覺得說 我覺得說 她所導演所形述出來的這樣子一個小齊 或是阿文 她可能是一個覺醒者 她可能是運動者繁體者 可是實際上他們對於自己的土地 歷史文化其實是非常非常的疏離 她會有不滿 她會覺得自己曾經在騙人 她會想去做一點什麼 可是她可能對於自己的土地 自己的文化 對自己的歷史 沒有什麼太多的認識 也沒有那樣子一個興趣 那我就很想問說 那為什麼在生命成長 或者說在政治跟本土醫師覺醒的歷程中 台灣學好像都缺席了 那當然說台灣學缺席 她也並不是自然而然缺席 而是說台灣學這個概念 或這個學科 她也是被禁制的 那可是有非常多的人 她還是在努力的維持這樣子的一線的生機 而且慢慢的讓她在1997年之後體制化 這個東西也還是有 但是在大部分的人 特別是真的運動者等中 這些東西好像不是學文化 這些東西好像是缺席的 那我覺得說 導演她可能想要反省的一件事情是 就是除了政治行動 是不是有人可以願意 好好地去做厚擇土壤的事情 就像台灣人士把年十的十年歐歷上一樣 你要做政治 你要做反抗 你要做運動 但是 你是不是要讀書 你是不是要對於自己的歷史 有更多的認知 那這樣子一個做文化做土壤的這個事情 我覺得是導演她要去 她可能是對於台派充滿著愛 而感到的失望 或者說她的批判 那這樣子一個事情 我覺得她也可以是一個實在的局限 那可能是說 對於我們現在年輕的一輩 我們可以 念台灣人士 可以讀這樣 讀台灣文史的東西 對這樣子的人而言 那我覺得這個可能是我們未來的一個進步 就是說 導演她寫述出這樣子一個 本來是理想主義 後來突然變成虛無主義者 她有她的一個局限 可是我認為說她突然的那個局限 就是她們對於這些文化的 後來後製的一個東西是完全沒有興趣 也沒有概念 導致說她們這樣子的運動 變得非常淺層的 好像遇到的挫敗 遇到的什麼 她馬上就會 馬上就會轉向 歸於虛無 那這個是我的一點點的分享 謝謝 因為身為一個影評人 我之前在寫這部片的時候 基本上大概都沒有注意到 就是電影裡面的這些書籍喔 所以我之前寫了一篇影評 大致上都是在談 這部片和其他一些 台灣電影史上重要片 這個關聯喔 以及這部片裡面有很多政治的符號 我自己在看這部片的時候 我是還蠻感動的喔 但我感動的比較不是 那種就是小綺和父母之間的情感 我比較感動的就是 欸我就覺得這個小綺這個角色 和我自己就是從年輕時候 是一個政治控 然後後來怎麼失望 這些歷程有點關係喔 呃 送信導演應該大我大概 應該有大我五到十歲吧 至少大我五歲喔 那我是1980年出生喔 然後他這部片裡面 以那個小綺的成長 然後大概描述了 也就差不多 他出生那年是蔣介石死掉那一年嘛 所以大概從就是 70年代的中期 一直到最後到了電影 到了那個318喔 所以它是一個跨幅非常長的一段 成長史和台灣的歷史喔 呃 整部片裡面它 它裡面經歷了一些轉折 我大概都會有一些 都會記得喔 比如說像 我先舉個例子好了 像那個911大地震 欸在座很多可能大學生 可能是沒有經歷過的喔 那個911大地震後來 大家不覺得那個裡面那個背地 他就在那個911大地震那時候 看到那個醫院裡面 他的小朋友 突然覺得欸他 他好像突然又獲得了某些力量 然後 這個是大家可能比較 沒有辦法理解 是因為911大地震 基本上是 讓台灣人重新覺得 不是 透過一次災難 讓台灣人這個集體 突然變得非常團結的一個事件喔 像這部片裡面有經歷過很多事情 它都會 透過小齊或裡面幾個角色 透露出他們那個整個時代的那個 的氛圍喔 比如說裡面對於 像我自己就會覺得 大概兩個 因為我大概是 9596年開始 沒有 應該還要更早 然後9495年開始對 欸台灣的政治很興趣 開始讀一些 那時候已經比較檔外了 就是 開始去讀 欸覺得要開始補自己 對於台灣歷史的認識 然後還蠻狂熱 我想說是一個少年時代 這真是非常狂熱喔 大概到 到我大概大學二年級的時候 忽然就政黨人替了 所以2000年大概就已經政黨人替了 然後等到2004年的時候 我差不多就有點失望 那一年我就 然後我就沒有投票了 2000年的時候 我很想要投給阿典 那時候我還沒有買20 然後2004年後 我到我沒有投票了 我覺得這部片裡面某個程度 有點在講 就是 可能像有人剛剛講的 就是 曾經有一群人 對台灣 好像 欸我都想不懂 然後你這樣好像 只要指證了 不是什麼事情都好 你醒來 然後第二天就不一樣 但其實發現 並不是這樣 那 我覺得那個原問 一個蠻重要的問題是 那為什麼 他會這麼容易 從當初那種充滿理想 只因為政治人物的作為 並不符合自己的期望 就突然變得非常虛弱 那我覺得 以簡單來說 如果在文化上面 可能就是 這一些運動者 他們可能對於 雖然是熱愛這個土地 但是 對於這個土地的文化 可能就是還不夠省 然後或者 對於這個運動者來講 也許 他們所做的組織還不夠多 還不夠把更多人 來到自己身邊來 所以我大概那一篇 大概就是 懷疑這個心情寫的 裡面都充滿了一些 就是怨恨這樣子 就是 年輕時代受到那個 The Renown創傷 但是我大概已經把這部片裡面 所有我 可以發現 可以做政治解讀的那種 那我大概都已經寫了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找來看 可以看到一個 就是一個政治控的裏評人 在解讀這部片的一些政治領域 但我今天其實不是要講這個 我今天想要講一下動畫這件事 幸福路上除了成長故事之外 我也把它視為一部政治電影 但比較特別的是 除了它的內容在講政治 或台灣史這件事情之外 動畫這個形式本身 它也是具有高度政治性的喔 那我先跳回來 為什麼我會想要 今天要談那個 就是 動畫 就是光是動畫這件事情 就可以是政治的 所以小鈴鐺是很政治的 喔 哆啦A夢是很政治性的東西嗎 所以我大概想要 可是不太一樣 因為台灣整個動畫史 或台灣 對於兒童所閱讀的這些東西的 整個邁路和日本 可能是不一樣的喔 那我今天會 我今天會想要談這個是因為 欸就是 欸 他那個前幾天 就是婦女 在那個金馬獎這邊講 那段話有關係喔 他其實婦女這個 比較蠻特殊的角色啊 父親是個馬來西亞的僑生 然後他其實在好幾部經典片裡面 都有講到自己 欸去成大念書 發現自己不會講台語 然後覺得啊怎麼辦 我都格格獨入 然後 才覺得很委屈 然後呢 據我所知道 常常被那些台派青年罵過 就說啊 你既然你很認同台灣 為什麼還要去想那一種 就是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客家人 所以我完全知道 傅瑜他這個 不會講台語的人 在一個全部是台語的人 當台灣的那個 本土運動起來的時候 他在南部那個環境裡面 所受到的那種 就是委屈喔 但我其實沒有受到委屈 因為我熱愛台語文化 所以我大概在國中 那台語聽什麼的 林強啊 就哇你這講台語很酷 所以我自己是個客家人 但是我可以體會到 他的那個真實的感受 但也還蠻奇妙的喔 因為我常常聽到 有一些台派的年輕導演 就會說啊 愛哭啊 自你啊 自己的問題都有一直無法處理啊 記錄片是這樣子的嗎 這樣子 我基本上是比較 會替傅瑜講話喔 就是我覺得 在運動圈裡面 她性別和她的身分 會讓她感受不入 我覺得還蠻正常的喔 但比較特別的是 她在那一天晚上突然間 就一心之間 就變成台語女生喔 我大概從這件事情 覺得欸 就是 我聽她在台上講那些話的時候 我覺得她是經過了 非常多掙扎的喔 她有經過那麼多 在問自己是誰 甚至把攝影機 就是對準自己 比如大家就是 那時光台灣裡面有一段 就是拍這個喔 她把攝影機對著自己 然後來質問自己喔 所以她到最後講出那一段話 她不是個天然獨喔 所以她對台灣的那種認同或喜愛 是經過了非常多波折的喔 當然她講這些之後 欸 中國人就開始反擊了喔 反擊之後 李安就說了一句話 不是那個 藝術歸藝 政治歸政治嘛 當然我覺得 現在大家都可以取笑這句話喔 但我覺得這個 抑酸症的問題 就是她還是非常複雜喔 就是 可能不是 欸 躲倒一句口號 就可以 就可以解決的喔 所以我 所以我後來寫了這部片 也比如說 花了很長的時間 談 就是這部片的敘事 她如何去 引用其他的電影的片段 來做政治批評喔 我們可能如果最後還有時間 我可以再回來講 就是 欸 身為一個女性喔 就是 基本上 就是我的獎章裡面有個題目就是 就是 就是 就是妳的成長故事 剛剛為什麼是喔 那個妳是女生的妳喔 就是 我覺得 富裕曾經遭受過這樣子的質問喔 就是 她是個女性 妳的成長 就是 到底跟我們這些 那如果把這個妳 就是換成小琪呢 因為其實這部片 後來其實有碰到一些批評 就是說 為什麼小琪的成長故事 可以代表台灣呢 從她的視角到有多大範圍 可以代表這整段時間的 就是這個差不多 30年的歷程呢 然後她的敘事觀點 怎麼樣在 欸 妳為什麼有事沒有講呢 妳為什麼講這件事 而沒有講那件事呢 然後 她的敘事觀點 欸 妳為什麼有事沒有講呢 所以她的敘事觀點 是有被質疑的喔 被質疑完之後 潛台詞就是 那所以妳的成長就是 不關我事 因為妳的成長 所看到的台灣的敘事 和我的版本 是不一樣的 這個如果大家最後 有機會的時候再來談喔 那我今天要回來談的是 動畫這件事喔 台灣可能對大多數人來講 你們可能不這麼認為 但對大多數人來講 尤其掌握全員來講 動畫或卡通這種東西 基本上是給小孩子看的 它是不太可能是政治的喔 所以這部片 它以政治作為題材 是一個蠻特別的例子喔 那我舉一下 那我看一下別國家的例子喔 像法國呢 他們大概從法國大革命開始 就開始由漫畫形式來推平政治 所以大家知道 後來不是發現那個 什麼查理周刊的事件嗎 漫畫是會被強殺的喔 所以他們很早就已經有一種 就是漫畫或動畫 是直接和政治扣 扣合在一起的喔 台灣不是沒有這樣的傳統 在解嚴前後 有一些報紙會有做到 單格的政治漫畫喔 但基本上 單格或四格 它其實是以嘲諷 就是比較簡單喔 它其實不太有整套的政治論述喔 然後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找一個片段來看 要用茉莉人生 講一個伊朗小女孩身上的故事 它裡面的人講的是法文喔 不然那個女生到了法國去喔 好像似乎在法國 這種漫畫或動畫 原本給小朋友看的東西 才能夠具有高度的政治遺憾喔 當然我也覺得 台灣就是長久以來 對於動畫的 就是對於漫畫或動畫的 接受 我覺得現在大人們 大概都可以接受了 都會說欸 動畫有它的意義 漫畫有它的意義 電競也有它的意義喔 但我覺得這基本上是站在一種 啊 反正連接人喜歡就好 但是我覺得 可能對於一些歐陸國家 它不單單只是接受這個東西 作為青少年或小朋友的 的 的 的一個吸收的文化產品 他們是認為 漫畫或動畫本身 就應該要是政治的 因為基本上如果一個國家 不太重視漫畫動畫的話 簡單講 如果你說這個國家這些大人 對未來有抱什麼期望 那我不相信喔 大家知道 如果你認為這些東西是給小朋友看的 你為什麼永遠只能給小朋友看一些 可愛和好玩的東西呢 當然為什麼沒有想要在這些 給小朋友看的動畫裡面 刺激他們對於這個世界的想像 以及對於未來的想像 雖然給 雖然不見得 那就會變成某種政治式的灌輸 但至少會 對於這些小朋友 對於未來的想像 這件事情本身是政治的喔 所以我覺得歐陸其實是有一些非常強的 就是動畫 童書 漫畫 作為一個對於小朋友的 或者你不要說是政治啟蒙啦 他們認為這是共鳴教育的令環 然後基本上他們 因為這些小朋友確實會 會變成未來的主人喔 所以 未來是掌握在這些小朋友手上的 那麼 漫畫或動畫 作為一個 同時刺激他們想像力的一種媒介 它可以是具有塑造公民的效果喔 剛剛有提到那個動畫它很強調 比如說剛剛講的刺激小朋友的想像力這件事喔 剛好 那麼這一次大家只注意到 婦女得到了最佳紀錄片 咱們講 但信復路上 他雖然已經得獎的非常多了 但是他基本上還講得到最佳動畫片 我覺得這兩件事可以放在一起看 就是 紀錄片和動畫 基本上是在電影形式的光圖上面兩集的東西 紀錄片就是在紀錄這個真實世界裡面 曾經存在的人物 但動畫是畫出來的喔 所以這兩件事情看起來是 是在那個光圖的兩集喔 那如果婦女的紀錄片帶有高度的政治性 那動畫呢 動畫作為一種 它不是從現實中取材 不能這樣講 它是被完全是一種人工製品 充滿了想像和紀錄片這個東西 那你現在台灣對於紀錄片的想像 就是紀錄片是要改變社會的喔 是台灣從綠色小組的主流以來 80年代有一群人 就是叫做綠色小組 大家有時候就可以去找 所以台灣紀錄片的主流 基本上都有強烈的改善社會的這種想法 所以在台灣的語境下面 紀錄片本身這種寫實的媒介 基本上是高度政治的喔 但動畫基本上就是一個 就是給小朋友娛樂的寶 所以大家可以先稍微想啊 紀錄片和動畫片 他們在電影呈現 他們的影像形式是完全相反的 他們各自是如何可以成為政治的呢 我自己的想法是 如果把這兩個放在一起的話 我會覺得動畫片的第一件有趣的事情 它就是幻想的 它是假的 它是幻想的 裡面即使出現了我們可以辨認的人 但那個人是被畫出來了 和我們在紀錄片裡面拍到的 比如說父母有片的牛 他叫陳維婷 我們知道陳維婷這個人 我們也知道 可能那個小齊的那個阿嬤 也許就是 確實就是重心 她自己所講的自己的阿嬤 有一個圓形在那個地方 但我們看到她的時候 我們注意到是那個阿嬤的線條 她整個的形象 她本身是被畫出來的喔 所以動畫第一件事情 和現實的關係就是 它不是現實 它比其他的東西 當然 我可以再提一下 有人就說 紀錄片也不是完全在反映現實阿 經過了簡介 有導演的觀點 但是相對於動畫來講 大家看到一個和真實的東西 一模一樣的影像 和看到卡通或動畫 想法是不一樣的 這兩件事情在各位 這兩種不同視覺形式 在大家前面會激起不同的感受 這也是動畫之所以可以是 政治的一個重要原因喔 就是很多動畫 它其實透過線條 看起來像是在 看起來像是在簡化這個世界喔 大家透過這種線條 形體的變化 基本上是某種瓦解了現在 現實世界 既有的形體和秩序 的一種東西喔 這部片可能沒有那麼明顯 但大家只要稍微去想像一下 小琴裡面的一些幻想的場景 裡面的線條也真的會變化喔 所以動畫也許會比其他的 電影的形式更具有想像 它幻想的空間喔 可能沒有太多時間再去講 那個現實這件事情喔 我很快提一下喔 就是有一種寫實呢 它基本上是鞏固這個社會的秩序喔 比如說好萊塢電影 我說沒有啊 好萊塢電影哪有寫實 但大家想看 如果大家有看到 蔡明亮的電影的時候 就會覺得蔡明亮的電影好風格化喔 好萊塢電影比較合理 那個合理我們可以接受 那個東西是我們的寫實 蔡明亮的電影喔 就是它其實應該更寫實才對 但我們覺得它是高度風格化的 所以有一種寫實 它其實是鞏固自由體制喔 有另外一種寫實 比如社會 就是社會主義 寫實主義這種東西喔 它這個東西 某個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喔 它可能是在 再現這個社會 但它同時這個再現的社會 其實是它希望朝向的 理想社會的樣子喔 還有一種寫實的方式是 它在強調我是否可以 準確的描寫 這個社會上的一些問題 把這個東西如實描寫出來 它本身就成為批判了 大家可以想這些東西 和動畫的關係是什麼 動畫完全不在意做這些事喔 動畫如果像我剛剛所說的 它其實是從現實往後退一步 它的變形的特質 它的線條的 它的線條的開放性 形體的變化性這些東西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它似乎是向後退一步 或者它是用一種迂迴的方式 來呈現現實喔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 重新去想 這是一部動畫片 為什麼像宋慶寅這樣的導演 如果你們的小琦 是他在為他投射的話 他對台灣還是充滿了一些 期待和理想的 他除了他自己在訪談裡面所說的 為什麼要動畫這個形式之外 大家可以想想看 動畫這個形式 它同時是指向 比如說幸福路上 它講台灣的歷史 它同時指向過去 但動畫這個形式 如果作為一個給小朋友看的東西 它是指向未來的 所以這部片某個程度 其實達到了把未來和過去 結合在一起的一個功能 這似乎是只有動畫這個形式 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想一下 動畫這個形式和這部片 這部片為什麼用動畫的方式呈現 它可以呈現的東西 和現實這些關係是 應該還蠻複雜的 但是我覺得可以多 就讓大家想一下 大概先說到這裡 好 謝謝老師與移民人 那現在進入PUA的時間 請問各位同學的 有任何的有問題的嗎 請問有同學有任何的有問題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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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有同學有任何有問題的嗎 我們要請問一下就是,它在這支作品裡面常常會藉由睡覺、做夢跟親切換一些時空上面的配置 那給我的感覺是說,其實它的電影如果不是一個台灣人或是一個台灣人不是沒有聊天的話,你會覺得它很破碎 也就是說,這個電影的時間走其實是看著人在見後 就是,它可能講的不直接,不特別直接明白,但是你經歷過的時候,這個時候就是9和1,這個時候就是9和1,這個時候就大點出來了 然後,然後還就1上 那,對於它這一個處理的方式,因為動畫它可能是一個有很多種表達方式選擇的一個媒體 那,關於它特別用這樣的方式,就是想要請問兩位有沒有什麼,對這個方面可以做一些解釋的部分 如果你覺得它蓄勢破碎的話,那也許這是小其他的主觀感受 我的意思是說,就是我們今天,不知道,這是我自己的習慣啦 我基本上是不會一刻去判斷片子的好壞,可以這樣講 我的意思是說,就是說,就是,當然我興趣的話就是有一種影評是幫電影打分數的 這件事非常困難,因為這個時候你要建立自己的一套標準,那打分數要一套標準 這個非常困難,但有一種是,我先接受它,還要適合去解釋它 就像剛剛提到,我也確實有,我有聽到一個說法就是說 比如說,它感覺起來就是,它好像沒有辦法完整的把那個時序或是因果關係給呈現出來 那我就在想說,那會不會這恰好就是小其對於台灣歷史的認識呢 我們誰是已經完整的可以講出一個非常,就是 一環扣一環,因果如意非常清楚的台灣史的故事 這可能是一個說法,然後也有可能另外一個說法 如果你要說小其可能是代表台灣人的話 那這部片裡面的某些破碎的形式,或跳褻的形式 它也許就要講說,台灣確實還不夠了解自己的歷史 甚至都是在某些點上,我們可能知道了某些事件 但這些事情的關聯,我們就像小其一樣其實可能並不理解 或者有沒有可能我們不可能理解自己所經歷過的 那背後的一整段歷史呢 我們希望一部片或某一個人,或透過一個人 讓我們看到一個非常周全完整的歷史的呈現 這件事是我本身就是一種奢望 所以倒過來講,當我在看茉莉人士的時候 其實我對伊朗的歷史也完全不熟 原來伊朗也有社會主義者 原來伊朗在80年代又曾經非常現代化 我其實不知道的 所以我可以講一下,我看他部片的時候 我也看到主要是裡面那個女主角 她的同學,她個人的經驗 但我確實也同時看到了她所經歷的那些政治事件 我看的時候我也覺得我也是一知半解 但我覺得那也許就是她所經歷的 或者是當我們去認識某一個人 當她去呈現她的成章史和政治史和她背後歷史的時候 也許我們就是會碰到這樣的情況 這是我替這部片辯護的方式 因為我自己會覺得就是 當然你剛剛說的那個比較破碎的其實我覺得她有一種 她不斷試圖要在驚喜裡面做對比 我覺得當一個人處於非常徬徨 不知道要不要回來的時候 也許她的思緒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會在某一些奇特的地方做了一些跳切 比如說裡面有一幕 欸,那為什麼講那麼 講介石的底下會阿嬤的 其實是疑惑的嗎 大家應該有看到吧 那這部片我覺得有些切換的地方 我覺得有她的特殊的用意 那個切換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她本身就是一個不知道要去哪裡 所以她這些記憶是如此這樣子用 就是她就是這樣有限的 當然導演符合她自己的用意 那這個就是可以讓大家去做解釋的 那我只是為了要去強調這個形式 可能和敘事者 或者我們要講台灣的故事 就是這件事情是有觀念的 這是我自己的想法 剛剛講那個蓄設跳 其實如果說不斷在做夢跟醒來之間 這樣一起的話 那我覺得 我覺得最主要還是要回到老爺一直在問 就是說透過小奇在問 我是什麼時候 變成我現在的這個樣子 所以她現在起來不知道自己在哪裡 然後她做夢 她跳到疫情的那個時間點 或者說那些夢境跟夢境 好像彼此之間並不互相關聯 但是她又被組織在一起 那這個東西就變成像當年要講她是怎麼對照 或者她在那些破碎的片段中去探取自己 現在變成這個樣子的那個時間點跟關鍵是什麼 我覺得她用意可能是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說 身為這支實習台灣學研究者 在看這樣子的片子的時候 都會去看她的設定 那基本上 當然對國外的觀眾她可能會覺得有點不理 因為 我們看到像陳希宏那樣的臉的時候 你就知道她是陳希宏 對於其他觀眾 對國外的觀眾她不會知道她是誰 她要補很多脈絡 可是這個片子她其實就是說撇開這個啦 從剛剛講的說小琪她的出生點 1975年4月5號 那個蔣介石過世她誕生了 那蔣介石過世是 好像是一個台灣產生不同的 新的可能的那個時間的起點 那這個其實在楊澤之間 年代的那樣子說 其實她沒有集體有那樣子的一個想像 就覺得好像強人過去了 當然後面還是講正確 當然台灣還沒有集體 但是對他們來說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小責 那你在我後面推 就是那個 你去看那個表哥阿文 還有那些真正事件 就是她背後的那個設定 是非常非常清楚而準確的 她的時間走 你可以把它畫成年表畫出來 都沒有產生什麼樣子的一個失誤 那我覺得說 我們在這樣 那個跳切跟這個其實 變成一種很有趣的對比 你要把這些東西 再放回她的時間走去 看到你發生了什麼事 而這部片子 她大概也都是排隊台灣人看的 去認識自己 我們在怎麼樣子的狀況下 慢慢變成這樣子 現在的自己 現在的這個樣子 我們回家的路是什麼 我們家在哪裡 她大概去出最後一個問題 那最後講一句不相干的話 你說她非常的蓄勢 非常的破碎混亂 只要你看過這些樣子是三負責 你就不會覺得這個片子很混亂 好 謝謝 我可以稍微再補充一下 我舉個例子好了 如果現場有人談過戀愛的話 後來阿和男女朋友在一起 後來分開了 後來分開了這兩個人 他們明明經歷過了同一段感情 但他們後來 重新去講述這個故事的時候 他們可能找的點不是不一樣的 所以回頭去講述這個故事的時候 她去選擇的那些點 除了是 她選擇的東西其實是朝向未來的 所以我覺得 小齊她現在要回到台灣了 裡面所出現的 過去的那些事件 我覺得是某個程度是小齊選擇了這些 試圖要這些東西 組成一個自己的故事 而這個東西是朝向未來的 就是大家只要有經歷過那種 就是阿 你要如何從這段感情走出來 你可能就會去選擇一些事件 你覺得這些事件組合起來 我比較能夠讓自己 欸 就是往下個對象走 或者從那段時間裡面走 就是 這種記憶的選擇性 除了 這個應該很常聽到 記憶選擇性的東西 但這種可能選擇性的這些東西 有可能是 小齊的 對未來的情緒或想法 她為什麼選這些東西 我覺得 除了像剛剛語言講的 她可能確實還不知道 在探索自己是誰之外 或許也包含了我想要當誰 所以她才選擇這些事件 作為她說故事的一些點這樣子 好 那我們開放最後一個問題 開放三個 四個 阿不然就一起講 然後再 好 那我再請各位男生一次 好 兩位好 我是 現在就讀教育系大學的學生 那 就是這部片 在 嗯 播映以後就是 網路上學生當時說 嗯 她會覺得是 對於 陳姓女士 這個 政治上的受害者 家屬 她會覺得是一種消費 那 對你們來說 你們是怎麼看待 這樣子的一個 問題 或是意義 謝謝 請其他的也一起問我們 其他的也一起 請其他的也一起問我們 其他的也一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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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你好 就是 我在拍影片中 這個 小琪她回的時候 她的衣服 她當下 也就是她回到 回到台灣中 她的衣服是一樣的 還有就是 她回想的話 面積很多 很像是 會讓我們以為她是 那時候 她會回來台灣之後 發生的事情 就是這個 可是 不知道 導演是可以用這種想法 要表現出什麼 呃 是要表現什麼嗎 對 想說兩位 謝謝 謝謝 這個 兩位剛剛提到說 對於 她選的不許 是走向 另向未來的 那 兩位覺得 導演會在這部動畫 中 是 表達她在當下的 政治負責 或是她其實忠實 一路 可以讓她遺失 兩位好 我想請問一下就是 在你們的觀點當中 台灣 是一個很豐富的地方 在那同時 因為這樣的活躍是讓我們 有時候不知道自己是誰 所以在 電影面這樣 經過了很多年 台灣好像 在每個階段 都有找到一個 屬於自己的代名詞 但是 隨著時間演進 好像又變得一場都一樣 那你們覺得 台灣在這樣的演進 基本中 這種發展是樂觀的嗎 還有在未來 台灣是不是 可以繼續 變得更好 好 請問還有同學嗎 請答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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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自己的發展就是 誒 陳慶瑜是一個 他不要搞政治 他要當醫生 對吧 然後小騎士 我才不要念理科 我不要當醫生 那爸媽說當醫生 可以賺大錢 然後他想要做運動 剛好是一個對照 然後大家知道 因為台灣 台灣醫生這件事情 對 比如說蔣衛水啊 或者台灣一些早期的 知名的讀母訓啊 或者如果大家 是想要送中華民國 那個孫義憲啊 醫生和 醫人和救國 這個東西 就是在台灣 這個東西是有關的 所以我自己會覺得 他可能是有這樣的設計 當然也是因為 陳慶瑜是個女性 所以我自己是從 選擇做政治和當醫生 看起來好像是 兩個完全不同的選擇 但好像其實 他們之間 好像和政治是有關係的喔 就是我在程序 那個案情的看法 另外說衣服 我沒有看衣服欸 我沒有注意到 衣服的類似 對 然後 另外他講到說 導演這副片裡面的 有沒有什麼政治訴求呢 就是 其實我自己看這副片 我自己的解讀 我會覺得 對我來講 宋欣穎 他應該有特定的政治立場 對 但我覺得這個政治立場 不是 華阿托給男人 或是誰 而是 他對於台灣 他有一個 比較廣泛的政治立場 我自己會覺得 他就是一個 獨派 但他想要站在 左獨的立場 這個是我自己從裡面讀到的 但可能會有人是不贊同 但是我覺得 他沒有明確說 但是我是從他 這整個 就是 這整部片的感覺 因為他們發現 其實這那麼多 這片子講了 這麼長一段時間 他裡面沒有出現中國 這個是完全扭曲 完全扭曲歷史的 為什麼這部片從後到尾都沒有拍到中國呢 因為當然是他因為 他有一些導演要去中國拍片 所以不想中國問題是不一樣的 以為是刻意的 他為什麼刻意在這麼長的歷史裡面完全 所以他也沒有出現當初飛彈試射 然後 中共 中共 在文攻武嚇的這些東西 這些選擇我覺得是政治的啦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他也有利 最後他們說 欸台灣就是 好像 這個認同到最後都會變成一場夢 我自己會覺得那個認同是沒有停止的一天 我覺得 一個 就像我剛剛前面舉的那個富裕的例子 就是 說真的 如果他今天 還是認為自己是馬來西亞人 不會覺得那OK 對 我們自己對認同 我覺得就是 認同台灣 或認同台灣這個土地很重要 但有很多同等重要的東西 然後這些東西可能有時候會和 現在的某些認同論述可能是有抵觸的 那你要怎麼樣在這個 而且我就覺得不知道 你是覺得好像 我自己覺得好像沒有辦法在某個時間點 突然就說 好 你的認同的狀自已經齊倍了 此後再遇到任何認同的問題 我再也不會動搖 我覺得那某個程度 那就是一個停止的狀態 所以我自己會覺得台灣人 如果已經存在一個 認同不斷被挑戰 或者不過 就是或者不斷變化 或者一直覺得我到底是誰 我覺得一個一直問自己是誰的人 終必 好 我知道我自己是誰了 因為講出來根本不是那個人 大家懂了嗎 像我如果說 對於我來講 我一直問自己 我一直問我自己是誰 會比我突然說 其實我是某個花 這件事要來得好很多 大家應該知道我意思齁 好 這大概是我的一個回應 大家只能回到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講那個認同 跟那個他的流動 以及不斷的變化的這件事情 還有對於這個 台灣的這個未來 那我覺得說這部片子 他不斷的去追問我是誰 為什麼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我覺得說有回過頭 我去看自己的歷史 自己經驗過的事情 以及自己到底為什麼變成像 現在這個樣子 其實 他並不只是一個認同的追尋 而是一個跟自己現在的 自己的一個對話 而這個對話 他其實也是對於現在自己的不滿 而回過頭去尋找自我的認識 那他其實是不斷不斷的在 往前進 然後也不可能去停滯的一件事情 那我看這部片子 就是說像剛剛講的 我最疑惑的就是說 為什麼他小齊他成為理想主義者 突然變虛無主義者 這個也許是我看這部片子 第一次看會覺得有點疑惑 就是說好像 就我們會覺得說 你好像什麼都沒做 就是好像做一個東西問答 我要問問 然後受挫了 然後或者說失望了 然後你就整個 整個退出 然後你去做的運動 你連組織的人都沒有 然後你就是孤立的一個人出來 好像你沒有學到任何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東西 我覺得我看完沒有感覺 或覺得說有點那個是 可能是在這個地方 但是我覺得說我寧可把它想成是說 導演他是要把這樣子一個運動 或者說像是努力上面講的 那樣子一個台灣意識的薄弱 的這件事情去突顯出來 他到美國去 然後他為什麼回到台灣 是因為他在那邊受挫了 他並不是因為開心才回來 並不是因為想做什麼才回來 而是因為沒辦法 所以才回來 這邊是你永遠的家 我那時候會覺得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好像太恐煩 或太溫馨 但是我現在會覺得說 他其實是要把那樣子一個 那個土壤的稀薄性 然後認同那個的漂浮 跟那個土壤這個東西 把土寫出來 這也就是我剛剛一直在講文化的那個東西 那個上禮拜六 我們有出一本書叫百年降生台灣文學故事 那在那一個場合上 有一個人問我說 我對於台灣文學未來發展的一個想法 我說這問題超大 我沒有辦法去講 但是我後來就是說 我這幾年的觀察會覺得說 回到我剛剛講說 往回頭看的這些事情 我們以前都會覺得 以前的事情就不重要 我們去看 或者說 過去就讓它過去 或者說我們是誰的誰 我們想成為誰 才是周末的 可是其實你要成為誰 或者是你要邁向外 你一定要往回 往回頭去看 那我們現在這幾年 不管是文學的創作 你說像文明義 或者是甘樣明 或者說我們看這些的影視 從那個 還在其他之後 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作品 它並不是像 國外去拿養分 你說日志之前很多人 向國外拿養分 60年代現在主持者 向國外拿養分 80年代90年代 在談後期 在後子年 所以也是向國外拿養分 可是在現在 我們當然跟國外對話很重要 但是我覺得有非常多的文化工作者 他是把眼睛去回到自己的土地 或者說回到過去 從我們過去的歷史文化的累積中 去尋求養分 然後再把它再創造 用新的一個方式 那這些東西它會慢慢的擴散推廣 像 我們今天看的這部片 其實也是 那這些東西 其實會去刺激或促進 大家對於自我的認識 的思考 然後我覺得這個 這個 你剛剛講到說 對於未來樂不樂觀 我覺得我現在是 還有點樂觀 因為我覺得 我們可以做事情 還非常多 還大有可問 謝謝 好 謝謝 非常感謝陳宇豪先生與陳宇仁 陳宇仁老師今天帶來精采的應酷座台 讓我們再次感謝他們的麗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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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